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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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栏目 是80年代上早 顾名思义其最早是被运用于期货市场 后来是运用到股票市场 他讲求顺势不属于传统的定义超买超卖的正当指标 是技术分析指标里最为独特的一种 指标有两个区间 0到100或-100是属于偏正当的常态区间 100以上到无穷大或-100到无穷小属于强势的非常态区间 该指标是在强势市场里非常有用的 判断非常态走势极为准确 77分打开我们有五条原则 第一条要选择强势市场 第二条100以上代表强势 可以及时看多 即做空 低货100警惕要逃顶 激进交易者可以卖空 -100以下代表弱势 可以及时看空 即做多 上穿-100警惕要注顶 激进交易者可以买路 第三条要顺势操作 前期多头趋势 回调不低于零轴还可以低息买路 反之前期是空头趋势 回调不高于零轴还可以逢高卖出 第五条如同其他指标一样 背离是一直会有 两极的顶背离和底背离是需要重视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任何指标都有参数设置 我个人的建议是对原有的CCI指标进行修改 长度要选择144 价格选择收盘价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